一号的下午有亲密游客是在花蓮溪出海口进行冲浪丽江训练 一事体力不支逐渐飘向了外海 而当时的海上状况也不佳 天气又非常的寒冷 游客无法自行上岸 情况是相当的危急 海巡署第九巡防区在接获民众报案之后 也立即调派人员赶往现场来救援 最后是顺利的将所有人全速的救起 一接获通报海巡艇立刻出动前往救援 可以看到海面上有七名游客 已经是筋疲力尽 趁在浪板上载幅载程体力明显不足 海巡人员抛出救生圈及搭建救生网 依序将七名游客从冰冷的海水中 一一搭救至海巡艇上的甲板休息 并给予室温站斗的游客后毛坛保温 因为他们刚刚好像四组船要在里面玩 但是可能太靠近那个 出海口的那个水流 正好就被水流强大的力量带出去了 出海之前就有两艘船落海了 但是他手笔格那种打电话的姿势 请我帮他们打电话叫的 后来打119 消防局说他们没有船 所以就请我打118这招海巡来协助这样子 这惊险场面就发生在华联西出海口 有七名游客正在进行冲浪力奖板训练 疑似体力不支逐渐飘向外海 而当时的海向状况不佳 而且天气非常寒冷 游客无法自行上岸 情况是相当危机 海巡署第九巡防区在接获民众通报后 立即调派人力前往救援 这个0.3海里处有玩立奖的游客 有体力不支 然后在那边漂流 那请我们本庭前往去协助 那我们前往到现场的话 在2点45分到达现场 然后发现 确实有五女两男 然后呈现 就是体力不支状况 然后在那边漂流 于是我们尽数请同仁 着防寒因下水 另外我们放我们专业的一些攀爬网 在旁边预与施救 这个部分我们有小细问他 整个发生的经过 那有旅客跟我们回答 当时在花林西口处 在那个水域里面 在划那个立奖 但是在因为今天的海上不是很好 然后水流蛮强的 然后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 就一两位被带出去 那当时其他的成员看到之后 压机19也一并被带出去 然后越漂越远 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回岸上了 然后立即通报 我们海巡所迁往19 清明游客被海巡队救起后 经过检查索性都没有大碍 花莲海巡队长贺华杰也提醒民众 冬季海巷变幻莫测 如果要在海上进行游气活动 一定要随时留意海巷变化 并注意自身安全 记者徐立琴收风箱报导